除了每天发生的新闻之外 52频道播出康熙来了 网络点阅最给力精华版 敬请锁定中天正午新闻 女明星啊 画了个精雕细琢的妆 然后进了摄影棚 美美的这个苹果光一打 然后出来这个底片再拿去修修脸 大家都不太漂亮 不用羡慕啦 不见得真的都是这样的 康熙来了就邀请了女明星来卸妆 看看卸了妆 大家敢会可以看 眼睛一看就是靠化妆在修饰 我也才过20美多久而已啊 王莉亚这一行应该很讨喜啊 她如果化了妆很讨喜 可是卸了妆就是请她做家事 怎么玩都不会张票 可是红莉你不会觉得 我说去山上旅游啊或什么的 红莉你不会觉得女色黑黑的 看起来脏脏的吗 不会啊 我觉得反而有一种 怎么讲 迷人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种迷途的味道 女明星来卸妆 男明星来吐槽 小S也一副幸灾乐祸 迷母王莉亚直说要来卸妆找真爱 她说她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 一定要先化好妆 这很有趣 因为没有妆会觉得自己很没气势 就输了啊 没气势 就吵架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然后照着镜子 算了你还是这样对我好了 所以你男友只要一摔杯子 你会立刻冲进房间去给她化妆 怎么要出来吵架 就如果她有第三者什么劈腿被发现 我就赶快化很美 然后说你昨天晚上去了哪里 莉亚你今天怎么敢来 我来寻找真爱 我想说如果有没有化妆 你赶我的话就是真爱 各位观众朋友们 36 拜托你们一定要按到36拍 一定要 我求你们 这一场一定要看 我让眼镜要拿下来 真的吗 眼镜要拿下来 我再看一次 谢谢你来上我们节目 等到我妈叫我们不要没化妆回家 我这公司的人太过分了 一二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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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B有篮球队啊 直接站在林智杰的旁边 应该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要让她来上我们节目 我可能 经纪人为什么 我不懂 明模王丽雅首先来挑战小S搞笑猛亏 性感明模王丽雅卸的妆 真的是差很大 无神的小眼睛 高壮的身材 就好像要打篮球队 就连平常猛说好话的蔡康勇 也看不下去了 我们如果在马路上这样跟你交错过 然后没有跟你打招呼 你会交住我们吗 不会 就相安无事 顶部就是说 籃球员 真的是籃球员 配上一下子变得很合理 配上好漂亮喔 所以你等一下 会去后台落泪吗 不会啦 算了 我没有打击到你吗 我还蛮释怀的 因为我知道我没化妆 本来就没有很好看 所以你早就料到 大家会这样讲是不是 对 我们反应会太大吗 你刚才反应不讲太大叫什么 你混蛋 王丽雅卸的妆自信全无 换成如笔上场 也很有看头 然后就有一个广东人 他在弄眉毛的东西 他就过来一直跟我讲说 我同来讲啦 你更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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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管他 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样 因为他在弄我头发 他就 你更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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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根本没有意识之下 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很大声的 你更美 拿一下过去 然后就我一看我是傻眼 因为你知道 刚闻下去 他就是一道黑 他就只有在边边 就是角角这边 我整个傻眼 我说你在干嘛 你没有感觉啦 我们后来我会有点 变啦 这样子 然后他就只好 就帮我就是这两边兜话 搞不好想到我们开始 快点了 趕快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他很严重吗 陆小姐准备好哦 OK 数到三哦 坚强 一二三 Ruby 没有没有 模特陈若仪上节目时 还只是林志颖的女朋友 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 但卸妆前后夫职的确很不错 我不会讲耶 就有人在拉她 你们自己平平零 Oh my god 原来真的有林颖事件 有人在拉她 陈若仪准备好了 二十五大三 我把面具移开了 好 一二三 陈若仪 OK 他的五官很漂亮 如果没有这两块的话 你说是不是比较合理 是 可是 其他五官什么就简直没差 五官皮肤都完美啊 白还是真的佔很多人 白还是赢耶 目前看起来 你看他现在跟鸭子 半面就暗纯这样 不一定 主要是暗纯 还有杨巧妮卸妆前后茶一小 肤只好也难得让小S开口赞赏 哦 身材很棒 嗯 有没有 所以她打算转移 她打算转移平衡的注意力 对 我傻心 既然身材很棒 但你还是戴眼皮 那双后面有一点点 好啦 后面有一点 到后面才有双眼皮吗 对啊 到照片旁边去站一下 可是你皮肤是好的啊 还是可爱女孩真的 哎呦 女明星平常光鲜亮丽卸妆后现出原型 没有眼线睫毛膏的加持 上节目卸妆刺激收视率 也成为许多综艺节目的新感之一 我自认啦 我是认我这样子的 谢谢大家